主要介绍两个字 Chuji 还有一个词Zellenials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因为季度 我们还蛮常探讨世代方面的题目 那我是Generation X 也就是说我是身在1970年代末期 再往前推个十年左右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就变到了 Generation Y 我们就称他们为Millennial 大概就是从81年到96年 所以70年代结束之后 80年代开始就是新时代的 那大概就是又加个15年左右 那他们呢是Gen Y 或者叫做 或者少打一个Generation Y 或者他们叫Millennial 千禧年千禧宝宝之类的 千禧年前出生的 那现在最新的是Gen Z 也就是97年以后 其实我不太确定为什么 画在97年这个有趣的时间点 97年来香港回归 Anyway 所以97一路到2012年 这是Gen Z 那他们现在就正活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成为了十多岁的小朋友 这样子 可是又多了一个字 叫做Zillennial 就是这边看到的Zillennial 那他们是干嘛呢 他们就夹在Gen Y跟Gen Z的中间 OK 就 然后他们就觉得两边不是人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一些 这个美丽与哀愁是什么 这样子 那我一开始说了一个词叫Chuji 这什么东西啊 这对我来说一个新的字 但是我做了一些 这个research才发现到说 其实这也算是 很多人都已经探讨过了 然后我可能 读的新闻不够 今天才知道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 那恭喜你 你今天也知道了 耶 所以呢 这边说的一个是一个女主角 她叫Juliana Olarte 她的last name不知道怎么念 26岁的travel publicist 她住在纽约 她没有办法知道 她的fit in在哪一个generational standpoint 所以这里有一个片语 所以she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she fit where she fit in 对不起 这fit in应该是一个词 这样 so she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she fit in from a generational standpoint 所以这个片语叫 from一个什么 standpoint 就什么 从什么立足点 所以是from这个字 介细词 那你再加一些 形容词之类的在中间 所以例如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 说from my standpoint 这个就是一个 很固定的片语 OK from my standpoint OK from my point of view 也是有这样子的 那还有in my view 这几个都是固定的用法 你说能不能介细词混搭 对不起不行 你不能说from my view 你要说in my view 可以说from my standpoint from my point of view 好 那你就把它记起来 因为这些搞混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 英文不是很道地 所以这些是使用法 很遗憾的是 没有讨价空间 没有转换的余地 好 那这个算有点废话 那但这边用的不是from my standpoint 是from a generational standpoint 所以你也可以放形容词在里面 那standpoint是一个可属名词 所以OK so from a generational standpoint 所以从一个这个 世代角度来看 他不太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边 那他是有个Gen Z的妹妹的 那现在才16岁 所以他有时候会叫他这个姐姐 Chuji 这就是刚学到的字 那这个Chuji是 最新潮的年轻人拿来用来 描述人家是老古板的 OK 所以我们以前说人家老古板 那现在有一个词 是年轻人可以用的 就叫Chuji 所以他这里说的是 This is a term that is used by Gen Z to refer to millennial things that are kind of uncool or cringy OK 所以让人家觉得 你怎么这么老派的想法 让年轻人觉得不太舒服 看着觉得讨厌 就老古板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词叫Chuji 我还特别找了一下 到底怎么念 好 那你现在也知道了 Chuji 所以可以拿来说人家 所以呢 他的妹妹把他看成是一位 比较年轻的millennial 毕竟他才26岁 但是millennial就也会 却又把他看成了Gen Z 所以上面那个世代 把他看成下面世代的人 下面那个世代 把他看成上面世代的人 So she is somewhere in between OK 蛮可怜的 好 所以这边就再补充了一下 到底Gen Z Gen Y Gen X Gen X 好像他们讲了 有 没有 97到212 所以这边连Gen X都没有 包括在里面 好可怜 我们已经完全被派出在外了 我们是上上一个世代去了 这样子 So sad But anyway 来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有个词叫Cusp Yes 所以刚说的 他就处于这两个世代的中间 所以这一段我读一下 Along the blurry edge At the cusp of the two generations Between Gen Y and Gen Z Is where Zillenials live OK 所以就在这一个 两个的交界点 就是Gen Zillenial 没有Gen 就是Zillenial 他们就住在那里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交界点 那个交界点的英文怎么说 就是Cusp这个字 我觉得这个字好酷 Cusp 它读起来 很有一种 俐落的感觉 Cusp 好 所以在这个 而且是一个模糊的 Along the blurry edge At the cusp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K 所以风口浪尖 分界线 Cusp OK 好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词 我觉得我也值得看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说的 有Millennial 有Gen Z 那中间这么一小群人 叫做Zillennial 对不对 所以中间这一小群人 那个一群人的 那个名词 叫做Cohort 所以这里我们读一下 这个社会学者说的 Zillennials refer to A small cohort born between the early 1990s and the early 2000s 所以看到了 A small cohort 所以Cohort就是一群人 那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字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在多伦多的学制里面 或者安大略省的学制里面 就加拿大安大略省 他的学制是高中生要读四年 所以三年读完之后 你要再加一年的大学先修课 那年先修 你就学一些比较接近大学程度的课程 例如说数学学完的12年级 你13年级就会学 这个一些微积分啦 几何啦或那些的 所以你要拿那些学分的成绩 去申请大学 但到我的这一个 到了我这个年代的 接下来的好像再过两三届吧 他们就决定把这一个去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高中只要三年 不再需要第四年了 但你就想一想 有些人他还是 就是那个亲王不接的时候 就是在某一年里面 你会有一些高四生 然后会跟他们下一届的高三生 正好撞在一起 听懂我意思吗 就我今天读到了 在学制改的之前的这个高四 我现在要申请大学 但我的学弟不用读高四 他们高三读完之后 就可以申请大学 所以我们两届的申请大学的时间 变成是一模一样装在一起 所以在当年他们就称这个为 因为这就是一种 制度修改的过程中的阵痛 你可以这样理解它 So this becomes something we called double cohort OK 我们也用了cohort这个字 用了double放在他前面 因为正好真的是 就从底了嘛 两群人同时申请大学 所以大学那个时候也觉得 哇靠北我们本来一年 可以预计收多少学生 可是今年似乎 两届人一起申请 我们要收double的学生了吗 这根本学校没这个容量啊 可是这就是很现实的事情 他们必须要努力的去 这个试着来去comply OK 所以这就是我对cohort这个字 第一次的接触到 我就理解为 好像就是一群人 就叫做一个cohort 所以当年是double cohort 好 anyway 这样再这个字懂了就可以了 OK cohort 还蛮难解释 说真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 呃 那每一个 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 美丽与哀愁 所以今天这么一个 Zillennial这个世代 他们算是一个micro generation 因为夹在中间人数也不太多 所以他们这个世代 现在还处于20岁 就mid 20s 25 26左右 24 25 26 他们也面对 也克服了很多不同的人生中的逆境 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逆境这个字 我这里先这个句子读一下好了 so this micro generation loosely defined as being in their early to mid 20s have faced and overcome much adversity in their relatively short lives 所以在他们这个相对来说 年轻的岁月中 面临并且克服了很多的adversity 所以adversity这个字就是 你人生面临的挑战或之类的 所以除了讲challenge之外 你也可以讲adversity 就逆境 那跟他长得很像的一个字 就是敌手 就敌手你可能记得的字 像例如说opponent 敌人 enemy真的是敌人 opponent比较接近算是对手 OK 所以比赛中的对手 我们叫他opponent 比较不会叫enemy enemy很严重 战场上的叫enemy 不叫做opponent 因为他们不是对手 不是竞争的 竞争的对手 opponent 敌人enemy 那还有rival这个字 rival也比较像opponent 也比较像敌手的概念 rival 那再来就多讲一个字 叫做adversary OK adversary 也是比较类似 竞争对手的感觉 OK 甚至我觉得他跟enemy 也有点重叠到 那他的形容词 我记得我曾经在某一集 这个影片中还读错了他 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我也懒得去修改了 我只有文字稍微 记住一下我读错了 因为他的形容词的发音 跟这个名词差很多 所以adversary是名词 adversarial是他的形容词 adversarial OK adversarial 那是怎么用啊 例如说我们现在 就美国跟中国处于一个 蛮敌对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所以China and the US is having a rather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OK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好anyway 所以回来这里 他们面临很多adversity 包括些什么呢 所以在911恐怖攻击的时候 他们只是小baby so there were babies and children when 9-11 struck and don't know life before airport security screenings 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 就是在机场 可以自由进出是什么感觉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机场就是要很严重的收身 皮鞋都要撬开来 皮带都要拿下来看 因为要安检这样子 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 没有安检是什么状态 so they don't know life before airport security screenings 而且也不知道 其实我刚才讲第一个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再解下去 so they don't know life before airport security screenings rampant domestic terrorism and other frightening threats 所以第二个是 rampant domestic terrorism rampant就是整个暴走的 rampant 那domestic的意思就是 国内的terrorism是恐怖主义 哈 美国有国内的暴走的恐怖主义吗 有啊 大堆白人孩子的枪手 在那边校园射杀 那个当然是恐怖主义 ok rampant domestic terrorism 以及其他很可怕的一些威胁 然后呢他们另外一个可怜的是 他们在疫情期间上大学 they attended college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missed out on important social markers 所以他们错过了miss out 很多什么东西呢 重要的一些社会的一些 社会化的一种 一种标记 标记 这个标记就例如说 你哎呀 大学毕业的时候 没办法参加毕业典礼 那算是一个人生中 社交过程中 的一个marker 所以你错过了这个标记的感觉 这个词我觉得很难翻成中文 那像例如说你结个婚 that's a social marker 你生个小孩 that's a social marker 所以他们错过了一些重要的social marker ok 好 anyway 所以 那大概这样就理解了 所以那你是不是呢 我觉得我的观众 绝大部分似乎不是 我的观众很多 跟我年龄差不多 可是看一下这种generation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啦 增加一点我们的尝试嘛 好了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